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升空卫士的中华小冬家 它是我童年的美食节目 没想到动画片里面的菜真的可以在现实中吃到的 真的是中华小冬家的 用的锅都是动画片里面的锅 中华料理就中华料理啦 加什么日式啊 又是我们的东西 完全开放式厨房 然后你就可以围着巴桌看着它炒 好像在佛山很少见 它有寿司刺身 精品 粮菜 烤物 酒鸟这些 但是它的菜呢 干烧虾仁 黑醋骨 牛啊 全部都是中式菜来的 我就要看一下这个日式中华料理究竟是怎么办的 这些菜品都很精致啊 就是价格有多大排档啊 干烧虾仁 和动画片是一样的 它是酸甜口的 然后它的虾肉 正确熟 我可以用翠里形的一个虾 这个其实我是没点的 我完全看到里面的师傅炒到它在火 我才会点的 我跟你说 它们这个菜都是这样的 鬼不马鹿的 然后又发光了 猪肚和鸡神 这个我觉得一定要试一下 它肯定很足够 你会觉得这个火候就是刚刚好 它就是那只高温 把它辣熟了 但是它里面又可以保持它的嫩度 哇 它怎么做得又甜又辣的 诶 我也是 我是很喜欢吃黑草骨的 很稀罕会有地方它是烟炒出来的黑草骨 哇 就是这个味道 炸到超级焦脆的 有点像蜜糖叉烧 外面那一层焦脆的蜜糖 我是那些小当家庭围的 后面有一条龙啊 我看到 它不是乳鸽 它是乳鸭 其实已经成了年了 就是云南的乳鸭 它就是这么大 不行不行 它的汁水 它是烧鸭的味道 但是它的样子又跟乳鸭的感觉 因为我今天点了很多菜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 所以我很纠结 因为我出不了这么多菜给你们 这个香灵牛丸 它是焦炎风味 但是它会带点柠檬的香味 还有姜味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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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里的菜单 你真的会觉得林黄换木 很混合风格的 又有日本料理 又有中华菜 又有日式酒场 还有刺身和寿司 是二楼 单独制的 烧鸡的 吃小一点点一碟 接着点一杯酒 这个我一碗鸡一杯 我都会完了